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隊是暗遊俠 暗遊俠壓血隊 但是他沒有任何龍客 沒有任何昇華 然後暗遊俠也還沒有解放 不過中間搭配了三屋 搭配一個獅子座 CD全滿 呃 其實在 在在自動關卡 這隊應該算是非常猛的隊伍了 對 畢竟這是兩年前的關卡喔 兩年前的關卡 這個有九倍 壓血之後有九倍的話 應該是非常強力的一支隊伍 那這次呢 呃 他的重點 好像沒什麼重點 這次就是壓血啊 壓到五分 五分之一以下 然後等那個暗遊俠亮起來 之後就可以開水屋 然後就一路打過去啦 啊 那這邊的話 通常都是從42關開始吧 比較難的地方 是從42關開始 不過現在來說 這個隊伍來說應該是沒什麼太困難的地方 而且你看敵人的CD都非常的長喔 像現在輪迴一定都是1CD 然後就跟你骷顱頭有沒有 然後現在幾乎都是2CD 然後有的 正常來說還不會死喔 像這個提爾 他攻擊是7000 然後會連擊 不過在兩年前 呃 隊伍的血量能夠突破12000已經算有點困難了 所以要在這邊連擊 能活過來的話 呃 當初的隊伍是蠻少的 對 沒有加血量的隊伍 幾乎是撐不住他的連擊喔 好 不過現在隊伍隨便都一萬五起跳 然後兩萬多也是很平常的喔 所以現在 如果用現在隊伍打這個輪迴應該是更輕鬆更簡單 但是我們這邊 用這個 呃 遊俠隊 壓血隊 壓血三倍隊 其實也夠囉 好 那這邊 呃 這邊敖管 這邊敖管其實本來是1CD 1CD打8000 這個在以前的技能算是一個 呃 小危險的關卡 如果這邊卡住會比較危險 好 那我們這邊 它有2CD 算蠻幸運的 遇到2CD的 不過呢 我們這邊 還是一次就解決掉了 好 這邊阻力其實算暗珠吧 因為暗珠有兩組 欸 暗珠有兩個 好 暗珠有兩個 那如果覺得 攻擊力不夠的話 我們還可以開那個 獅子座 好 獅子座在全體兩倍 持續8回合 所以應該蠻輕鬆的喔 好 那這邊三太子 算是一個 更輕鬆的關卡 它血量只有8萬低 然後反率6000 然後攻擊是99999 999999 好 那個算可以喘氣一下的關卡 那這一關也是 在以前也是可以喘氣的關卡 攻擊力1萬1 然後CD3 血量是100萬 好 這邊 這個隊伍傷害其實已經很高了 搭配3、5又9倍的話 真是非常可怕 好 那48關算是一個比較 呃 對以前來說算是一個比較難的關卡 這邊是反彈盾 那血量是80萬 好 那我們這邊暗珠還蠻多 我們又開了獅子座 又兩倍下去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以前這個不小心就是 反彈下去就死掉了 以前很怕反彈盾應該就是 從這個以前的輪迴 開始有的陰影吧 好 那這邊死COMBO 直接秒掉啊 暗屬性 一直暗游起來就打了1萬多 呃 100萬喔 好 接下來是以前以前的最大難光最強的 守門人孫悟空 這邊孫悟空呢 他是越戰越強金 而且血量有200萬 好 這是以前最強的一個守門人 不過呢 嗯 嗯 對我們現在來說應該是很輕鬆啊 好 血量200萬 那CD是2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越戰越強金 我們就把它解決掉 好 順利解決到 血量200萬 還好還好 那最後呢 就是 人面鳥啦 不過以前人面鳥是不會掉的喔 因為 現在會掉的也只有人面褲鳥 然後這也是不會掉的啊 那個就隨便打過去 法力是9999 99 然後血量只有999 會連擊 這邊就順利給它解決掉啊 這種以前的復刻輪迴真的還蠻懷舊的 可以感受到以前的光卡有多麼的好心 多麼的善良 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 那現在 也是因為 隊伍越來越強啊 然後 敵人的技能也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強 所以就是 困難度越來越高 好 現在來懷念一下 以前的美好關卡 還是不錯的 好 那這次成功挑戰過關的話 還會有送 人面鳥吧 好像有送東西喔 好 那這邊就順利過關啦 不過第一天挑戰的時候啊 好 不小心中了木屋的4C魔咒 在靈魂石的關卡中 很開心地轉了3C 然後被令物死打死的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好 這次也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